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使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咖啡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 它有着独特的香味 爱喝咖啡的人其实有很多 那是因为它的味道比较特别 另一个就是个人的需求 一些人工作或者是学业比较繁忙 会经常的喝一些咖啡 可能每天都要喝 主要是为了提神、醒脑 喝着喝着就成了一种习惯 即便精神状态很好 也是想要喝咖啡 不然会觉得不舒服 随着社会的进步 咖啡种类也变得越来越多 口味也变多 每天都有喝咖啡习惯的人也越来越多 但是对于咖啡 大多数人一直都是有偏见的 认为咖啡不是一种好饮品 经常喝会对健康产生危害 真的是这样吗 那些每天喝咖啡的人 与不喝咖啡的人 到底哪个身体更好呢 今年79岁的刘大爷和其他 喜欢喝茶、喝酒的中老年人不同 刘大爷有一个颇为稀释的爱好 那就是喝咖啡 用刘大爷自己的话说 一天不喝咖啡浑身都不舒服 一开始刘大爷的儿子在喝 随着刘大爷也想试着喝 喝了几天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看着刘大爷每天都要喝咖啡 老伴心里也有些不安 总觉得这个外国玩意 对健康不是很好 老两口平时也没少拌嘴 可能有不少中老年人 和刘大爷的老伴一样 对咖啡的看法一直没有改观 但实质上 咖啡对于老年人的健康 是存在有帮助的 有研究表明 长期饮用咖啡 甚至能够有效地降低 老年痴呆的风险 研究实锤 长期饮用咖啡 能够加强老代谢 能够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 这些研究会发表在 著名期刊 《临床研究》杂志 研究者帕雅尔教授 通过对小白鼠的咖啡因摄入 对比中发现 一共有将近 720个基因片段 受到了咖啡因的成分影响 而咖啡对于基因的影响 主要是体现在 乙鲜糖碱水平 降低方面 大脑中的乙鲜糖碱水平越高 就是基因系列的代谢效率 也会因此受到阻碍 饮用咖啡的同时 大脑的乙鲜糖碱水平减少 脑部代谢的效率 也会因此提高 帕瓦尔教授还表示 大脑代谢和神经细胞的消耗速度 息息相关 如果长期饮用咖啡 中老年人老神经细胞的损耗 迅速的减小 能够对老年痴呆起到非常不错的预防效果 降低大约41%的老年痴呆风险 不仅如此 脑部代谢和脂肪代谢 胰岛素代谢 蛋白质调节 均有神经系统的关系 长期饮用咖啡的中老年人 免疫力能够得到很好的提升 高血脂 高血糖症状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改善 由此可见 长期饮用咖啡对于中老年人而言 有不少的科学好处 不仅能让大脑变得年轻 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 同时还能够起到提高免疫力 预防部分代谢疾病 有需求的中老年人不凡 养成饮用咖啡的好习惯 效果会令你带来惊喜 第二 每天喝多少咖啡 才能够对于中老年人的健康有益呢 在帕瓦尔教授的研究中 单纯以咖啡因的角度来表示 对大脑神经细胞的作用 但对于喝多少并没有明确的 而美国癌症研究中心 曾经对咖啡饮用量和疾病风险 关系进行了研究后发现 每月饮用三杯的咖啡 约150毫升每杯 咖啡对身体的作用效率会达到顶点 平均降低10%的心血管疾病 以及脑疾病风险 但是如果每日饮用超过了三杯 对于健康的影响效果不是很大 所以超过50岁的中老年人 每日饮用三杯咖啡 大约在450毫升 是比较适合的参考数 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体的情况进行增减 总而言之 合理且长期的饮用咖啡 是更有利于健康的选择 但是咖啡虽好 也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以下这三类人不适合饮用咖啡 再喜欢也要关注嘴 第一 儿童 儿童本身就比较好动 而且精力充沛 咖啡中的咖啡因对于神经系统 有很强的兴奋作用 儿童饮用有可能会造成失眠 躁动等情况 影响生活和学习 第二 孕妇 有研究显示 咖啡因对于胎儿的刺激性是比较大的 容易加速钙质的流失 对于分娩造成影响 所以孕妇也不推荐喝 第三 神经衰弱的人群 至于神经衰弱人群 其本身就存在失眠的情况 贸然的饮用咖啡 进一步加重神经衰弱的情况 得不尝失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是否饮用咖啡 合理的享受咖啡带来的健康好处 才是相对正确的选择 说到这 可能不少中老年人都想尝试一下 饮用咖啡 而超市里大多数都是素容咖啡 成为了不少中老年人的选择 那么喝素容咖啡又能否有益于大脑 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呢 帕瓦尔教授的研究中有提到 咖啡因才是促进大脑代谢的阻力菌 虽然素容咖啡名声不是很好 但其中也是含有咖啡因的 食丹的饮用的确也能够起到 有益大脑的效果 研究表明素容咖啡就有降低心血管疾病 老年痴呆的数值为 16%以及19%左右 而研磨咖啡达到了20%和40%左右 虽然素容咖啡对健康有益处 但仍然打了一些折扣 不仅如此 大部分的素容咖啡为了改善口感 加入了比较多的糖分 不少中老年人存在糖尿病 高血压等症状 长期饮用素容咖啡 摄入大量的糖 这并不是名字的选择 部分年价咖啡 甚至爱使用反式脂肪酸 更有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所以对于中老年人而言 适当的饮用素容咖啡 可能会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 但要尽可能选择无糖 无反式脂肪酸的优质产品 就有益健康的程度 研磨咖啡要大于素容咖啡的 还请各位自行斟酌选择 总而言之 咖啡对于人体健康益处多多 尤其对于中老年人而言 不妨放下偏见积极的尝试 或许能有意想不到的健康收获 好了 今天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 请您咚咚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下方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